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年的入围者有哪些 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入围的有 陈珊宁 雙城记 雅神音乐娱乐 五分有限公司 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入围的有 统统有主要唱歌 苏通达 新騎北北 徐佳莹LALA创作专辑 雅神音乐娱乐五分有限公司 范小萱 主人 赤子 赤草的语言华国有限公司 李思松 李伟松 木兰琴 花木兰电影人身带 群食国际有限公司 记住这天地 陈子宏 没那么简单 黄小谷 简单不简单 华纳国际音乐 五分有限公司 红红烈烈 不如平静 好 那我们刚刚看完了 这次的介绍 是不是可以先请梁文老师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制作人奖 为什么要分一整张专辑 跟单曲制作人 这个中间的差别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OK 单曲其实就是 这一首歌的制作嘛 就是这一首歌做得最好 那就可以得奖 那专辑是要整张 那因为你知道整张的难度很高 例如说他歌牌的顺序 或是歌的音色 或是他音乐的味道 我觉得专辑的难度很高 但是单曲就很简单 就是这一首歌做得最好 那因为我跟林隆璇老师 都是制作人嘛 那我觉得制作人 最重要的工作 那一次我在传艺奖 当我们颁奖人嘛 就是当主持人 我听到范仲沛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她说 作曲者是负于歌曲灵魂 但是制作人是负于歌曲样子 就说这一首歌 你做出来的样子 包含歌手怎么配唱 他唱得好不好 唱的感觉是不是符合 那编曲味道对不对 包括到最后混音的音色 甚至他用的效果器 是不是对的 然后做出来的音乐的扎实感 我觉得这就是制作人的功力 我分析一下 我觉得陈珊妮 当然是我们超好的好友 我觉得她的东西就是很有特色 就是她的很歌德式的做法 那这是一贯她的味道 那苏东塔 其实《辛卡伯伯》 跪在她有一个《辛卡伯伯》的台湾序曲 然后结合 我觉得可能 评审会觉得这蛮有趣的 范小圈的主人是一个 Live band 我觉得她是个band sound 然后做起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味道 但是她就是比较另类 那我觉得李思松 伟松 我觉得这个是江世老的蜡 结果你听他们的音乐 就觉得说这个制作非常的纯熟 觉得说她的音乐 包括她的效果音 她孙燕之唱歌的位置 都是很对的 而且她是用orchestra 就是很soundtrack 就是电影音乐 我觉得她的机率很高 因为我觉得她是很特殊的 那陈子宏当然也是老将 他做这首歌 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典型 台湾非常standard的ballet song 然后它的效果 它的电吉他 你都可以预期到 但是就是很好听 对 这样 OK 那林老师您的看法 我觉得单曲的东西 跟整张专节的东西 有时候像我出专辑 然后到了那个电台 主持人就会问说 那你这样 整张专辑你要传达的什么 他比较不会想要去问说 你这首歌要传达的是什么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整张专辑它传达的东西 它是很多单曲共同的结合体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比重跟概念 那这个比重它 比如说有些人是偏向情歌 有些人偏向于比如说摇滚 有些人偏向于舞曲 那么这个东西要很鲜明 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是概念比重更大 就是它整个意识形态是什么 那么单曲我觉得 比较着重于所谓的技术层面 比如说你这首歌 曲是怎么样子 词是什么样子 编曲编得好不好 那么唱唱得好不好 然后整个唱歌的声线跟曲子 搭不搭配 就是整体的技术层面 我觉得跟整 一个就是曲子 它的技术弄得好不好 一个就是整体的艺术形态 概念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有两个不一样的实场 没错 那如果说就是继续请林老师来看一下 我们今年的这些入围名单 我们如果细细的 稍微来看一下的 你会觉得说 他们各自入围的理由到底是谁 各式各一样都有 比方说珊妮老师的东西 他是跟操偶的 一位参赛者叫做陈...陈一伟 陈一伟 对 他们一起合唱的 那么他们两个声音差这么多 然后做出一个双成绩 属于一种非常强烈的 个性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跟陈子宏 做出来消互老师的 没那么简单 这一个是非常 就像郭文老师讲 一个很平衡 一个是非常有个性 这两个是怎么选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 因为评审会有很多 所以有这么多评审 他们每个人的想法 跟口味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 这些名单出来 对我们而言 可以想象出来 就是说 其实每个评审 所选出来是不一样 但是可以共同成立 就是他们 应该都是好的作品 那么珊妮老师 我觉得 他的东西是非常宽的 然后很深 因为他的东西很重 我在现场看过一次 就会觉得 蛮震撼的 他跟陈一伟 两个人身间又差这么多 然后唱出这么震撼 一个很酷 一个很酷 一个很神经质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实双成继是一个很突然有的一个 一个单曲的计划 本来不在我的花庭计划之内的 那当然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那时候担任超我的评审 然后看到了参赛者陈一文的表现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表现 对我看来是很有勇气 很有力量 那再一个就是我做唱片这个行业做这么久 那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唱片整个一直在衰退的状况下 我觉得 连我自己都快要对他失去信心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写一个歌 是对我自己有所鼓励的一个歌 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 然后我就写了双成继 那这个歌是一个比较重的 比较有力量摇滚的一首歌 那我跟陈一文一起合唱 过程中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陈一文的部分 就是KIMI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不受控制的一个人 然后在录音室的时候也是 所以我们在录音室要做很多 有点 因为他其实你可以跟他做很多很深的 像歌手或音乐上的沟通 但是还有一段时间 你就是要像安清班的老师一样的 就是照顾跟呵护他 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情绪 就会有很多大的变动 但是其实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歌会有那样的张力跟爆发力 所以就要花额外的时间在 除了音乐制作以外 就是跟 因为我们平常在制作其他歌手的时候 我本来就要跟他沟通 就是关于 本来就要注意歌手的情绪的起 只是 这个歌手情绪局比较大一点 也确是那个 幅度很大就是 所以很多时间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其实也搞得还蛮好笑 不过 久了以后呢 大概在晚间十点以后 我就开始有点疲累了 我想《双臣记》这个歌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双臣其实是 听起来是我跟陈一文 是这个臣 耳东臣的臣 但是因为其实整个歌词 或者是他的歌名的内容 其实都跟迪格斯的小说 《双臣记》是相呼应的 所以里面有一个 小说里面很有名的句子 就是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那也是这首歌的整个副歌 那我觉得用迪格斯这个小说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整个时代 或是我身处的行业的这个现况 跟那个小说其实有很多 可以呼应 或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地方 而且很多人都会问说 你没有灵感的时候怎么办 或你遇到瓶颈了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 不常有这个时刻 就是不太常有那种 倒不是说我天不一禀 或是说我才艺过人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是累积 就是你可能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灵光杀陷 突然想到了 你就把它写下来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把 长时间对于生活里面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你觉得喜欢的东西 其实你都会偷偷地把它藏在 脑子里或心里的某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每天不断地去学习 跟累积这个很重要 我是一个对于很多东西 很有好奇心 我会很喜欢看 听很多音乐 看很多电影 看书 各种包括演讲什么的 那现在网络很发达 你有很多东西 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到 所以我每天都会累积很多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累积起来 不见得你全部都要吸收 但是很多东西 你会把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偷偷地把它过滤 那这个东西其实久了以后 会变成一个 累积成为一个能量 跟你自己的东西融合在一起